老妇吃迷炼药竟让自己孙女嗜毒 少女竟然获得隐身能力 电影一开始 少女银珠在河边洗手 神奇的事情发生 不一会儿银珠竟然消失不见 这时一个钓鱼大爷前来钓鱼 发现河中有大量气泡冒出 以为是大鱼连忙甩出鱼竿 结果竟然被拉入水中 而这时沙滩上出现一排排脚印 而石头旁的衣服居然自己飞了起来 在众人的目光下 衣服竟然大摇大摆的行走 而旁边的两个男人吓得连忙抱了起来 而女人吓得连忙尖叫 而此时的银珠已经来到了大路上 并碰见一迎亲队伍 这个迎娶队伍相当霸道 银珠看不下去直接隐身 众人看到一铜锣在半空中敲打 而后众人又见一所那竟然凭空悬浮 这可吓坏众人 银珠怎可轻易放弃众人 当即来到花轿 将新娘的凤冠抢走 新郎连忙赶来 众人拿着棍棒敲打凤冠 结果又看到一只马自己逃走 留下一脸蒙的众人 这个马跑走 当然是银珠骑的 不过银珠因为这次贪玩 也为自己引来了麻烦 这个迎亲队伍可是当地的地头蛇 江南总舵屠大海的女儿 和龟云宝陈宝主儿子迎亲队 被银珠一闹 这个婚当然结不成了 两队人各自回家将事情说出 屠大海怎可受得了这种气 在这个地方 只有他欺负别人的份 于是喊来黄山三郎 让几人前去镇里打听消息 黄山三郎可不是什么好人 刚来到镇上就调戏一女孩 更是想将女孩擒下 混江湖的女人可都没一个简单的 怎可轻易就范 与几人交手 挡下几个回合 黄山三郎可不讲武侠道义 几人轮番消耗 少女当然不是对手 就在这时来以男子阻止众人 男子可是江湖有名的侠客 人称银红夺命 侠客名叫司徒义琪 而少女则是她的妹妹 而黄山三郎认出司徒义琪 连忙逃走 司徒义琪也懒得去追 而两兄妹此次前来是要找一个人 救自己重伤的父亲 此人医术高超名叫程少华 画面一转 酒馆中众人都在议论今天 龟云堡路上闹鬼的事情 而此时 司徒义琪兄妹来到酒馆找到程少华 并与她说明来意 几人连忙下楼去医治病人 可出门时又遇见黄山三郎 司徒义琪急于救人 直接绕过黄山三郎 黄山三郎到哪都不是安分的人 酒过三群后 几人更是胆大包天 而这时酒馆来了一个头戴斗笠的女子 此人便是白天大闹迎亲队的银珠 黄山三郎看来了一女人 哪里会放过 当即出言调戏 更是误误银珠长相怪异 才带斗笠遮住样貌 银珠怎会受这种气 直接丢出桌上的快筒 黄山三郎当即围住银珠 一人上前想要摘掉银珠斗笠 却被银珠一脚踹到在地 其余人连忙拿出武器 银珠很是淡定 黄山三郎当即出手对付银珠 银珠可不仅仅只会隐身 武艺也是高强 轻松应对众人联手 双手握着凳子 一下就敲在黄山三郎的老大背后 更是用凳腿将胡莱困住 然后就将斗笠摘下 众人吓得连连后退 因为斗笠之下居然没有头颅 胡莱更是当场被吓晕 黄山三郎连忙逃走 而倒霉的胡莱则被银珠从楼上丢出 挂在旗杆上 而黄山三郎找到屠大海 并率领众人前去围堵银珠 屠大海下令让众人先去试探 可几人早已经被吓到纷纷犹豫 屠大海再次下令众人才上前 银珠身法了得 在人群中来回躲避 更是还能还手解决几人 而此时归云堡承包主也带人来了 众人围住银珠 屠大海趁机出手将银珠的斗笠打飞 这可吓坏众人 于是连忙后退 而银珠则把衣服脱掉隐身 而后将众人纷纷打倒在地 众人吓得连忙逃走 画面一转 一酒馆小二正在收灯笼 却看见一堆衣服凭空飘着向前 酒店众人吓得惊慌失措 更是有一人连忙跪下 但低头却看见地上只有一双脚 吓得浑身颤抖 而银珠则拿着衣服来到房间 穿好衣服现身 而后听闻隔壁有声音 连忙查看 发现是程绍华等人 程绍华等人在为司徒义奇父亲治病 并听闻屠大海邀请天台四兄 在江南总舵吃饭 银珠连忙赶去 以报今日之仇 而银珠来到后院 但却被胡来发现 而此时前院也来了司徒义奇 要找天台四兄报仇 这时下人告诉屠大海 那个无头女在后院 屠大海连忙赶去留下天台四兄 对付司徒义奇两兄妹 司徒义奇和其妹妹配文 武功虽不敌 但却不敌天台四兄两人联手 这时程绍华出现 开口用口才下退天台四兄 而此时银珠那里也是玩够了 直接飞身逃走 屠大海怎可气得过 一个丫头三番五字找他麻烦 于是天台四兄想出办法 去请天地双老对付银珠 于是拿出七巧珠邀请二老 这天地二老可不一般 老二虽然无腿 但可隔空取物 老大虽瞎眼但却能识声听人 武艺高强 二老听闻要对付一个会隐身的姑娘 便大惊 原来在十几年前 二人因抢夺一女孩药材 被一个名叫纠盘魔女的老人 削断了双腿打下了双眼 二人当即下山查看 此少女是否和那人有关 并约银珠前来江南总舵应战 银珠可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独自前去应战 二老询问银珠得知是那人的孙女 老大直接手握龙头杖和银珠交手 要报当年之仇 老二趁机用内力将银珠的斗笠打掉 银珠连忙脱去衣服 但是这两人可不一般 银珠虽然隐身 二人还是能知道在哪 短腿老人立刻飞出暗器 无功环打伤银珠 银珠受伤 连忙逃走 天地二老放话不用去追 说暗器上有毒 两个时辰就会毙命 画面一转 程绍华带着隋从来到一山洞躲雨 发现受伤的银珠 程绍华当即给银珠治疗 第二日 因为银珠会隐身 直接吓坏隋从 以为遇见鬼了 随后 程绍华在山洞照顾银珠 一个月后 三人下山来到客栈 银珠和两人分开 前去找图大海报仇 而程绍华则去寻司徒一起等人 几人聊天得知 程绍华根本不会武功 结果这事被胡来偷听到 于是趁机绑架程绍华回到江南总舵 而此时的银珠则潜入江南总舵 并且发现图大海的女儿和王玉的奸情 下人告知图大海 无头的女人在小姐房间 众人连忙赶去 银珠不嫌事大 告知众人两人奸情 陈包主得知 直接和图大海翻脸 而秀凤看见陈薇连忙哭诉 而身后的王玉看见 很是恼怒 抢过飞刀将秀凤杀死 这可是一时激起千层了 众人直接打起来 图大海看见女儿重刀身亡 直接举刀砍向王玉 将王玉姓名带走 而另外两个黄山三郎 被天台四兄带走姓名 乱战之中也唯有银珠最为清闲 银珠则趁乱玩耍 并趁机将图大海擒住 询问程绍华被关在哪里 于是救下程绍华来到山洞 程绍华询问银珠能隐身的原因 并得知他只喝下一般的解药 只能白天隐身 晚上才能现身 而图大海则又请来天地二老 对付银珠 而后几人就被图大海的人包围 银珠隐身 联合程绍华将瞎眼老者杀死 此时夜晚来临 银珠也现身 短腿老者则以一敌众人 图大海本想帮忙 不料被银珠一刀杀死 而银珠也受伤 摇摇晃晃 这时程绍华告知银珠 短腿老者弱点 银珠飞身使出绝招 凤回双转 最后一刀 砍在短腿老者脖子上 将短腿老者性命带走 隐身女侠是新奇导演 由李莉莉 韦弘 于峰 曹剑等人主演 电影讲述一位能隐身的女侠 在江湖行侠仗义之时 大家想要什么超能力呢 可以在下面讨论留言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加一哦 孟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先说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